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在韩国论坛,一位旅游YouTuber 在台湾遗失钱包后找到的故事 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韩国旅游YouTuber康俊 一个人来到台湾旅后 骑着Ubike去吃台湾美食了 因为顺利地借到脚踏车 所以非常高兴 骑着脚踏车就像是变成了本地人一样 然后在这位YouTuber返还脚踏车后 马上就有另外一个人骑走了脚踏车 哦,借了我刚骑的脚踏车 然后在前往餐厅的路上 发现到钱包消失了 除了另外与护照放在一起的现金8万韩币之外 其他现金信用卡身份证全都遗失了 回头去找了一下 但是没有找到 所以就放弃了 大家,我还是正面地面对吧 因为太饿了,所以决定先吃饭 而因为连房卡也遗失了 所以就想要到柜台补办房卡的时候 突然 Kang Juhee? 嗯?我拿着你的钱包 啊?一位台湾人捡到钱包后 在饭店等这位YouTuber了 又惊讶又高兴的YouTuber 让这位台湾人等一下后 赶紧跑到房间了 结果在房间门口下面发现到了这个字条 这位YouTuber为了感谢这位台湾人 把自己带来的面膜旅行用品 昨天刚买的包包都拿来送给他了 啊,我喜欢看韩剧 原来还是韩剧粉丝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一起吃晚饭吗? 两个人约好一起吃饭了 事情是这样的 这位YouTuber将钱包放在脚踏车前面的篮子里后 直接就还车了 而之后这位台湾人在借脚踏车的时候 发现到了他的钱包 两个人一起吃饭也一起逛街了 在回到饭店后这位YouTuber表示 那位台湾人甚至还说谢谢我 送我橘子了 什么谢谢? 应该是我更要谢谢 然后饭店大厅柜台的工作人员也说 因为帮饭店的住客找回了钱包 为了感谢送了这位台湾人饮料 这些台湾人怎么这么甜蜜呢? 甚至他还说 因为当时没有脚踏车可以借 所以就等待了 多亏了你 我才能骑着脚踏车去目的地了 怎么能说这么浪漫的话呢? 在韩国仪式的人类爱都重新找回了 也就是说 这位YouTuber为了感谢找回自己钱包的台湾人 请他吃饭 这位台湾人反而谢谢YouTuber还送了他橘子 饭店柜台的工作人员 因为感谢帮忙找回了饭店住客的钱包 就送了这位台湾人两杯饮料 哇哦 这是在比赛谁比谁善良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台湾人真的好亲切啊 哇 真的好喜欢台湾人 又亲切又淳朴 多亏了你 我可以骑脚踏车了 这句话真的太甜蜜了吧 台湾人真的很亲切 就是因为忘不了这个所以会一直去 我之前在台湾厕所 把包挂着就那样出来了 结果下一位进来的女生帮我看着包包 她的男朋友跑过来追我 告诉我 真的太感谢了 我也是在台湾厕所把手机放着后出来了 之后虽然有很多人用了那一间 但是手机还是在原本那个位置 我坐台湾计程车因为钱不够 所以在中途说要下车 结果司机直接就送我到饭店了 太亲切了 我也在台湾感受到了台湾人的友善 他们知道我是韩国人后 就更热心的帮忙 在台北坐地铁下错车后 不知所措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想尽办法要帮助我 我是一个人 但是却有五个人在帮我 让我慌张了一下 他们也是彼此不认识 却一起商量解决方法 其中两个人还一起陪我走了一段路 真的因为太感谢了 想要买点饮料送给他们 但他们坚决拒绝了 从那时候开始 当我看到外国游客的时候 也会尽量想要变得友善 台湾真的让我的三观都改变了 今天做这个内容的时候 真的蛮开心的 所以对于感动韩国网友们的 台湾人的友善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